其实全世界都已经渐渐的不在锁国了 而其中一个重要的记号就是游轮重新启航 中国第一艘国产游轮所有的结构和建造体都已经在本周建造完成 它即将进入内装跟系统调控的后期阶段 这个游轮会有16层高13.5万吨属于大型豪华游轮 在后年就可以交船 足足可以容纳5000名乘客 报道当中欧美多数的港口也都陆续重启游轮运作 其中最特别的是英国的维珍集团 它趁机新推出18进成人版的游轮 我们所谓 随着大陆人口高龄化比例逐年提升 旅游市场也将迎来游轮黄金时代 这艘13.5万吨由上海外高桥造船厂制造的大陆首艘国产大型游轮 在周一最后一根钢柱定位后 宣告整艘游轮的船体结构完工 这也标志着大陆船舶工业在大型游轮制造上的重大突破 从运货到运人 从运人到娱乐 这样的一种巨大的一个转型 不仅是对造船工业带来新的发展 也会对整个工业体系 对养老产业都会带来很大的一个变化 造价7.7亿美元的游轮 是在2019年10月开工建造 有2500名工程师历经371个日夜 透过与刚构建筑物相类似的拼积木方式 把全船675个分段与74个总段 组合成总长323公尺 宽37公尺的流畅船体 那么下一阶段的工作是以内装工程 包括功能性区域的装修 客舱的安装 以及系统调试为主 整艘游轮上下16层 除了餐厅 商场 电影院 在高层甲板还设有3000多坪的户外活动区 包括露天游泳池 篮球场 更有亲子同乐的水上乐园等 我们现在身后的这块是游轮当中的中庭区域 那么它也是横跨层数最多的一个公共区域 一直从游轮的三甲板一直到五甲板 那么未来这里会有商场 接待处等等 它上面未来会有几个活动的盖子 如果天气晴朗的时候可以把盖子打开 下面是一个泳池以浴 泳池旁边的 相当于这个休闲的区域 游轮剩下的内部装修工程 预计还需时一年多 2023年可全船交付 也就是说后年的十一假期 预计会有五千多名乘客 登上这艘全新的大陆国产邮轮 共同开启海上豪华航程 不仅中国大陆在邮轮旅游跨大步 随着疫苗接种率提升 疫情逐步趋缓 欧洲与美国多个港口 已陆续重启邮轮运作 例如美国旧金山在本月11日 就迎来后疫情时代的 首艘大型邮轮入港 疫情前的旧金山 每年可迎接数十万名邮轮游客 光是2019年 邮轮产业就为当地经济 贡献约两千七百万美元 因此不论业者或民众 都乐见邮轮回归 预定在旧金山靠港的邮轮 也呈现爆发式增长 2022年将有至少 127次的邮轮停靠 创旧金山港新记录 游轮业者则各个摩拳擦掌 抢供这块因疫情而沉寂两年的大饼 英国维珍集团便在本月6日 推出邮轮史嘉磊小姐号 从美国麦阿密姆港 使出全球第一个18禁邮轮行程 在这艘打破过往老绍嫌疑传统 专为沉溺人设计的邮轮上 装潢设计明显针对年轻族群 不但香槟热你喝 还设有第一个海上刺青工作室 以及总计20间媲美米其尼的餐厅 和风格不同的夜店 欢迎乘客彻夜开爬 维珍集团还预计明年3月与7月 再开行两艘新邮轮 全力抢占后疫情时代下的邮轮市场 然而对部分年轻族群来说 要扭转邮轮都是老口口在玩 的观念并不容易 美国迪士尼公司干脆另辟蹊径 明年夏天起航全新的梦幻邮轮 迪士尼希望号 锁定带着孩子的父母 以及怀抱同心的所有年龄层人士 已判断两年进行渴望翻篇 邮轮产业已准备好迎来报复性消费 TVBS新闻综合报导